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今年113年国中会考的作文题目啊 他只是给了三个广告标题 要学生去分析为什么有这些标题跟现象 以自身的经验来做解作主轴,写一篇作文 现在的作文已经都没有题目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你自由发挥 我们使用ChalletGPT for all 协助我们怎么样去写这样的作文 也顺便为114年国中教育会考的作文来做准备 影片的最后也会给大家准备的方向哦 我将题目给ChalletGPT for all 请他根据这样的题目给出一些写作建议 GPT也会说国中生可能会感到有些困惑 没有错哦,你在考场当下看到题目一定都会困惑 他提出来这些广告看板上面的标题都非常爽动 背后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 ChalletGPT给了我们一些写作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分析广告的受众目标 他有提到几个重要的点 比如说标题都是针对学生 为什么展览的低价会让学生觉得开心 再来前车这样坐后车差点崩溃这个标题 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能引起注意 是不是凸显了驾驶安全的重要性 最后一个14天减肥10%实证有效 这边他有提到说可以思考为什么快速减肥的承诺 对人们有吸引力 是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对身材有高标准 针对这三个标题 AI都给出非常适合的受众讨论 再来第二点他提到探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跟压力 针对这三个标题他提出了三个价值观 对成功跟幸福的追求 对安全的重视 还有对健康跟外表的要求 第三点以自身经验作为写作主轴的话 可以分享个人经历 讨论家庭或朋友的影响 然后最后提出个人的见解 他要总结这些广告标题的共同特点 比如说引人注目 简洁明了 强调效果 所以他建议的国中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这些广告标题的现象 然后再结合自身经验去写出有深度的作文 接下来我们将这些写作建议把它复制起来 用滑鼠将写作建议把它全部选择起来 按右键复制 到AI简报制作网站gamma.app 如果老师没有使用过的话 就到这个网址去用你的Google账号注册一下 他有免费使用的额度 注册完之后按这个新建AI 他有三种生成方式 我们选择第一种贴上文字的方式 将我们刚刚的写作建议在这地方把它贴上 要创造成简报的内容 对下方按继续 会产生大概八张投影片 然后你要特别注意是 这边继续的话会用掉四十点 你每天都会免费的额度可以使用 那原则上你不常制作简报的话 应该都是够用的 按继续 在这地方挑选一个主题 这边挑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在右上角的地方按产生 接下来它会根据我们提供的内容 去生成简报 它会自动帮你做排版 自动帮你找好图片 我会建议如果是你已经有既定的知识内容的话 要把它做成简报 用这样的方式非常快速 而内容也都是你觉得OK的内容 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简报内容 接下来在右上角的地方选择分享 按去之后在这里选择汇出 点下去之后 它会让你选择说 你要汇出成PDF 还是要PowerPoint 这时候我选择PowerPoint 按汇出 接下来它会自动帮我将这份简报 变成是一份PowerPoint的投影片 好了之后会自动下载在你的电脑里面 点选将档案开启 打开之后 这边字型的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你习惯用的字型 然后右下角会有一个 Add with Gamma 在这里 简报右下角 如果你觉得它很碍眼的话 你可以把它手动删除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简单的看一下我们这份简报的内容 那原则上内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所以这里的话 老师们可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去做修改 我也将这份简报放在底下的说明栏 供大家下载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CheckGPT 接下来我问CheckGPT 这样的作文题目适合什么样的写作方法来书写 会比较容易发挥 这边它提供我们几种写作方法 五段式作文法 因果分析法 比较对照法 例证法 那由于我不是写作专家啦 我还是将这些东西全部做成投影片 供大家参考 同样的方式我们将这些内容 把它全部复制下来 按右键复制 到GAMMA的地方一样新建一个简报 选择贴上文字 将文字把它全部贴上 选择简报 然后自动去生成 我选择跟刚刚一样的模板 简报一下就做好了 一样我将这份简报放在底下 供大家下载 接下来我们希望AI帮忙写一篇范本 所以我们需要写作测验的评分规准 到大考中心的网站 去找到写作测验评分规准 将评分规准全部将它复制下来 按右键复制 这是国中教育会考的评分标准 如果你理解的话 请回答我OK 好他会简单的说明一下说 这是国中教育会考的评分标准 他会讲一下这份标准面 大概在做什么 原则上你将标准给他 他等一下就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写作 这样写作出来 对照一下我们国中教育会考的六级分 会比较合适 我告诉他按照我提供的国中教育会考作文的评分标准 以及你建议的因果分析法的写作方式 写一篇符合国中教育会考六级分的作文 字数在600个字 接下来他就会用他非常厉害的写作能力 帮我们写一篇作文 最后他还给我们总结 他说他这篇作文利益取材适切 结构完整 潜时造句流畅 几乎没有错别字 符合六级分的标准 一样我将这篇文章 为了增加可读性 我们将这篇作文 做成简单的影片 由AI来配音 带着学生一起来读这篇作文 所以我们将题目 以及我们的作文内文 把它全部选取起来 按右键 按复制 这边我使用的是剪辑软体剪映 里面有个功能 叫做图文成片 选这个功能 点进来之后呢 在左上角选择自由编辑文案 点选 点进来之后 它会要你贴上你的文章 我们将刚刚的作文把它贴上来 右下角的地方可以选择配音 台湾女生或是台湾男生 我觉得都蛮适合的 生成影片的部分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智能匹配素材 第二个是使用本地素材 第三个是VIP功能 我就不介绍 差别在于说 第一个的话 它自动帮你找好图片 第二个的话 这个是你要自动给它图片 你可以先试试看 第一种 让它帮你找好图片 如果你就会不恰当 再自己更换掉就可以了 所以选择智能匹配素材 点选 这时候它就会去生成 这个作文的影片 会有台湾女生帮忙导读 要一些时间 在生成的过程里面 我们先去找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用的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的话 我们到zuno.ai这个网站 AI生成音乐 来去制作我们的背景音乐 搜寻出来这一个就是 注册完之后 你到达了首页在这个地方 在左边的地方点选Create 创造音乐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只要背景音乐就好了 但是音乐的话 我不需要人唱歌 所以我们将这个选项把它打勾 就会生成纯音乐 这地方的话 输入我们需要的音乐类型 比如说我们是需要 作文导读的轻柔和音乐 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把它输入 好 所以我们将这个选项把它打开 输入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最终的话 我们音乐的描述是 适合作文导读 放松心情的轻音乐 这个选项把它打开 就不会有人声 就是纯音乐 接下来按下这个Create按钮 按下来之后 它会创作两首歌 那你点点看 看你喜欢哪一首 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再重新生成 免费账号的话 一天可以生成十首歌 我觉得是蛮够用的 歌曲生成完成之后 到最右边的地方 有看到三个点点点 这三个点点点 就是额外的选项 点选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download的符号 就是我们可以下载歌曲 下载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Audio 就是音乐就好了 下面还可以下载 类似MV版本 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音乐就好 像这样的话 就下载完成 我们等一下会需要用到它 简印的部分 我们已经生成好 我们的影片内容了 像它自动批配图片的话 这些图片都是 大陆相关的图片 所以比较不适合 那因为我们只是要学生 去看我们的作文翻例 所以实际上 可以不需要这些图片 我们将这些图片 把它全部删掉 我们在左上角 文本的地方 选择这个花字 去新增一个标题 花字也不用选太花的 比如像这一个 好 我们将花字 把它拉下来 在这个字的右边 去更改文字内容 我将这个标题改成 113年国中教育会考 作文写作范例 好之后 我们将这个标题 拉满整个轨道 所以这边往右边拉 将它拉长 这样我们就全部的画面 都会是这个 113年国中教育会考 作文写作范例的大标题 接下来配乐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配乐实在是 太不OK了 所以我们直接将它删除 这样我们刚刚AI生成音乐 把它拉下来 添加到最底下的音轨 那因为文章内容蛮长的 所以不够 再复制一份 声量的话要调小声一点 因为毕竟它是背景音乐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试看一下 好 我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按右上角的导出 打好档名之后 按下方的导出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影片 相同的道理 这个影片我也放在 影片的说明栏 接下来回到ChatGPT 接下来我跟AI说 如果你是明年要准备 教育会考作文的考生 针对今年的题目 请你提供具体的作文写作 准备方向 还有练习写作的建议 用简报大纲的方式呈现 接下来他就会给我 这些建议的简报大纲 相同道理 我将这份简报大纲 把它全部选取 按右键复制 一样利用Gamma新建 然后将简报大纲把它贴上 由AI自动去生成简报 我的点数已耗尽啊 好点数用完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到Canva来制作简报 在文件的地方 将简报大纲把它贴上 在左上角魔法切换开关的地方 选择转换成简报 开始使用 完成之后 它会给我模板的一个建议 所以我就挑选一个简单的模板 选这个好了 在右上角的地方建立简报 点下去 在右上角的地方按分享 下方的话 你要下载PPT的话 要选这个显示更多 选它 往下滑 可以找到这边有一个PowerPoint的选项 点选 按下载 下载之后我们将它打开来 启用编辑 版面没有非常好看 我们请Office 365帮我编排一下 选择常用 在右上的地方 你会看到有一个设计工具 我们点它 在右边的话 它会产生一些设计工具 让我去点选要怎么样去设计 这个版面 我觉得算是堪用 所以我们点它 简单调整一下 补存 以上就是关于113年国中教育会考的作文题目 我使用ChalletGP4O来做示范 因为我不是作文的专家 我觉得还是要由国文老师 或是写作的老师 来去做更精细的写作建议调整 会比较符合我们教学目标 我今天最主要是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你可以使用AI工具来做这样的操作 今天所有产生的内容 全部在底下 供大家下载参考使用 那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